当地时间2月13号的晚间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卡特勒特县发生了坠机事件 导致8人失踪 海岸警卫队当天从海军陆战队的航空站交通管制人员处收到报告 称一架飞机可能在北卡罗莱纳州附近的海域坠毁 报告显示 当时飞机在雷达上的显示信号不稳定 随后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据悉飞机上共有8人 他们刚刚结束烈压之旅 机上还有卡特勒特县公立学校的学生 目前海岸警卫队空军基地的直升机机组人员 当地消防部门和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海滩工作人员 正在合作搜寻失踪人员